我們看到這個題目 如果A小於B且A的絕對值等於B的絕對值 則這個點是在下列哪一個選項所標示的位置 那麼首先根據這條件 我們知道A是要小於0的 而且B是要大於0的 那麼根據A的絕對值等於B的絕對值這個條件 那麼B是等於-A 那我們移向過來就得到這A加B是等於0的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點 這個點X座標是A加B Y座標是A-B 那A加B就是等於0 A-B 因為A是小於B 所以A-B呢是負的 因此呢這個點 X座標為0 所以呢是在Y軸上 那麼Y座標是負的 所以呢是在Y軸的負向 也就是Y軸的下半這個部分 因此呢我們這裡的答案要選D 這一個答案 在Y軸上